集合台湾多位导演和演员的电影《昨日记忆》于29日首映 本片是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发起的公益电影 讲述与失智老人相处的过程 电影所得将全数圈注作公益 也请到张震、隋唐、郭彩杰与李烈等多位演员无酬劳出演 郭彩杰在现场透露自己的爷爷正是失智患者 自己与家人对照顾失智老人也很有感触 因此毫无犹豫接下这部作品 希望可以引起社会更多关注 故事主要就是在讲述 是生病的人的旁边 其实旁边的人才是更需要支持的 对那因为我自己的爷爷也是 就是失智 就是被这个病痛就缠了很久 然后所以我有 我完全的感受到自己旁边的家人 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的 所以很希望可以真的把它拍出来 然后可以把这个故事这个想法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也让社会大众更重视这个问题 张震与隋唐在戏中饰演无缘的情侣 首次合作张震对隋唐的表现也是赞予有加 而他自己目前也积极的在海内外拍戏 陆续会有一些电影作品跟大家见面 非常的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跟他一起合作 因为我对他虽然跟他是第一次一起工作 但是我觉得那种余运会蛮长的 因为我们工作大概只有两天 那我觉得拍摄完毕之后 一直有在回想到一些戏面的一些对戏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专注力的一个女演员 最近就是陆陆续还是有一些电影会 会要在今年上映这样 那大概就是之前拍的《王的盛宴》 还有《一代宗室》这样